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湿冠名播出的 伊贝湿纯积水 纯净保湿 湿湿水呢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湿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湿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华一嘉欣的高级副总裁曲维老师 欢迎 胡雷老师 欢迎 今天不一样啊 咱们不是在天津本部 咱们今天是在中国一特美的地方 我们是在云南 昆明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爱情传说 云南也有很多的爱情故事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带有爱情传说的地方来录制节目呢 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我们的冠名商伊贝湿的邀请 所以来到了云南昆明 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呢 是来自伊贝湿的云南代理商 昆明易诺商贸有限公司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欢迎你们啊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节目都比较关注 昨天有一个接我的工作人员很辛苦 还在聊我们这节目 他说前几年我都看 这一年不看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买卖太好做了 忙着挣钱了 来 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队嘉宾朋友 他们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图他人好 我岁数比他大的挺多 挺担心配不上他的 所以我在生活上 工作上 都努力对他好 身边的人都不看好我们俩 我不在乎年龄 不在乎他的过去 我很想经历好这段感情 最后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他嘴上说不在乎我的缺点 但我们争吵过很多 他对我越来嫌弃 我不想顶着这么多压力 和他坚持的 我们之间的很多问题还在磨合 我俩都有责任 我希望我们能在远中努力 继续往下走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齐先生26岁来自河北志愿 有请 丁女士35岁来自河北素肖园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恋爱多久 一年多 一年多 谈的时候年龄不是问题 对 收入不是问题 对 谈着谈着 再想往前深谈的时候 发现年龄也是问题了 隔阂挺多的了就 隔阂挺多的了 是你追的他是吗 对 怎么想着追这么一小弟弟呢 当时 之前我有一次失败婚姻 我都遇见自己喜欢人 我都大脸去追 遇见自己喜欢人不容易吗 我追他 他有一段时间 他拒绝过我 但是 您俩在什么场所认识的 我是当时应聘服务员嘛 他之前开一个马拉烫 开店也都两三天的时间 我去应聘服务员 他当时应聘上我了 我觉得他这人挺诚实 挺可靠的 慢慢时间长了 对他产生生好感 我当时本来就是也是不愿意的 因为就是毕竟年龄方面 也是一个大问题嘛 后来就是经过长时间的接触 感觉着就是说 他做事方面也挺细心的 也挺照顾的 后来就慢慢也就感动了 你是被感动了 对 一开始也不喜欢 一开始就是不喜欢 可以啊 怎么让一个男人 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呢 给他做些饭呢 或者收拾一下家务什么的 时间一年长了 都日久心情了 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 是这意思吧 是 现在的矛盾和冲突在哪呢 当时我跟他交往个时间 去见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说 爸爸妈妈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比如我小九岁 当时我父母听着非常不愿意 他说你找一个小九岁可靠吗 你会相信他跟你天长地久吗 但是我还继续我的想法 我都跟我父母说 我说爸爸妈妈 不管我选择什么样的 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我父母说 你有你的选择 我不管 但是我就是不同意 父母反对 对 然后呢 最后我父亲跟我因为志气 去那个山东打工去了 我母亲也不理我 我待一家 实在没有待的余地了 我最后还是搬出来住了 跟家志气 哦 他什么态度呢 因为我知道他在威仪这份感情 就是辅助了挺多的 其实我当时也挺欣慰的 这么多辅助 但是说实话 我不想就是他因为我俩的事 跟家里边就是闹这么大矛盾 然后我也怕就是他把他家里边 就是气出病了呀 或者是再把那个事情给恶化了 我知道他压力挺大的 其实我压力也挺大 因为我俩岁数字差挺多的嘛 我家里刚开始也是不同意的 然后我是一直劝我家里边 一直压我家里边 然后我亲朋好友 亲戚啥的都不理解我 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 他父母反对的时候 您要跟人分手是这意思吧 对 不想就是让他就是再为死 受到更多的伤害了 行 听懂了 在你们这个情感当中 还有其他的阻力吗 还有我的孩子 孩子怎么了 之前我跟我前夫离婚以后 孩子是那个南方要走了 我不是毕竟是打工嘛 他说这个孩子你也没时间照顾 所以呢 那个我们前夫人家 又组织一个新家庭 去年天那个小老二 他几乎没时间去照顾 照顾我的女儿了 我都是想把孩子接过来 由我来照顾 我们孩子现在六岁了 已经上学前班了 但是我孩子爷爷身体也不太好 最近住院 犯心脏病了 我们的孩子奶奶 在照顾孩子 在照顾爷爷 我怕没有那时间精力 所以我再把孩子接过来 由我来照顾 把孩子接到我父母那儿 但是我跟他商量以后 他不同意 不是 这玩意要他同意干嘛呀 我毕竟跟他人处对象嘛 我讲经过他的同意 结果这事我们闹不翻了 不是要来不是也你父母给你带吗 但是他他嫌我孩子是累赘 我不是说嫌你孩子是累赘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 你说是你要把这个孩子带回来 而不是说你把他就是带到你爸妈那儿去 主持人 当时我去看我孩子还多些 说我跟我前夫就情复燃 你说可能吗 人家已经组织家庭了 我没有说是我没有说是郭德 他一个做母的权利 我也挺致着他去看他的就是孩子 但是就是他完全可以就是带着 他那个孩子一起出去玩 你说我说我叫孩子叔叔大了 你说你不建议 我不建议啊 你说你同意的是吗 对啊 但是你当时是说你有一个孩子 然后那孩子是你前夫带着的 你现在说呢 跟我现在说的不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呢 你当时说是你那是前夫带着 然后你并没有说以后你会 他根本都不尊重我 有什么事也不跟我商量 不不不 简直是拿帮当外人一样 我怎么把你当外人了 我什么事没跟你商量 你在乎不在乎 你自己心里有事 用我能说吗 我心里有事 做什么了 我说那个把女儿接过来 他说这一次让我 就怕我孩子将来跟他住一会儿 这一次怕我 由我跟他来照顾这女孩 刚才你们俩在争执女儿 这个过程当中 你说了他什么事都瞒着你 把你当个外人 你指的这个事是什么事 他把那个地儿给兑出去 那兑出去是他的权利啊 那毕竟那地儿是我俩经营的 而且我当 一年多 我当时跟你说了 我都是当时有我的小想法 什么想法啊 我都是啊 那地儿吃着麻辣烫 吃饭的人不太多 我都想啊 能经营一些什么 锅桥米线呢 红温鸡啊 我有我的小想法 我希望生意越做越好 不是 您不就一服务员吗 服务员我们俩那时候 都是没多长时间 里面七月亮关系 已经都正会交往了 那不就是个男女朋友吗 对 我都是抱着希望啊 我知道你的心是好的 但是你也没有看清现状 咱们这个两边 开了两个店里 咱们就是现在已经挣不了多钱了 挣不了多钱 我是说是把这个店惯了 就有一个新的资本 去做一个新的事情 他一家都不尊重我 并不是说是 都以为他把这个事干了之后 然后就不做别的了 我都生了一场病 他说我无力取闹 说我糊涂他 你事敢这么巧吗 就 然后你说 你知道我为这店经营多长时间吗 我知道 我为那个没用心吗 我跟你说 我跟店家都有感情了 你知道吗 我一般弄着店 小识夺理了 不不不不 咱再把这事弄清楚嘛 开店的钱是谁出的呀 我出的呀 这店是谁的店啊 我的 这不结了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店 那这个店堆完之后 你的理由不是精英不善吗 对 精英不善 现在做什么呢 就是我那会儿 本来就是打算做一个带恋嘛 做什么带恋 对 这不是 你们的 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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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嫌弃过你什么呀 还嫌弃过我 都是穿着打扮 穿的是太过花俏了还是老吧 太过花俏了 就是认为你服装跟你的年龄不符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讲着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孩 穿个二十多岁的 你说你这家伙越咋越嫩呢 女人按没事情天天有啊 我一个人越来越嫩我不夸你了 你说你怎么想呢 我这不叫夸我 这叫贬我呢 我贬你 心里都不舒服你知道吗 我平常你说我怎么夸你 你说我怎么夸你 你说的都是一些虚伪的话 行行行 你要不虚伪吧 好好好 来来来 问三个问题啊 两个人都想好是吧 第一个问题 女儿到底是接过来过 还是不接过来过呀 暂时不接过来 达成统一了啊 第二个问题是 家里不同意你们相处 还要继续处下去吗 是 是 第三个问题是继续处下去 就是这么处着呢 还是打算结婚呢 先这么处着 最起码得接触接触 然后慢慢地磨合磨合再结婚 就都没谈到能达到结婚那个地步的啊 对 现在主要是格格太多了感觉了 好 第四个问题 你们俩近期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自己有自己一番事业项目 最续还开自己个店 要是以后 那个有机会了 对 主要是以事业为主 我现在就是 第五个问题 你们俩共同的事业是啥事业 我的事业都是想 自己开一个小商店 卖点小百货什么的 我是说是卖个饮食方面的东西 就是这点我们暂时没有达成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商量 对 你们俩这不是挺好的吗 前面跑 在我们这吵来吵去是为什么呢 主要有些时候感觉着 他行为比较过激势的那种感觉 也可能是因为个人性的 有些话不投机吧 性格合不来 性格合不来 但是你又离不开是吗 对 好 那你呢 我也是这样 因为他对你照顾得好是吧 对 主要是他是一个比较细心 然后就是比较 就是能够主导事情的那种人 你希望被他主导吗 他不是说是主导我 他就是说主导就是那个 店里边是啊 或者是那个 就是比较有一定能力的那种人 这个能力不是就把店给弄黄了吗 能力是有的 但是呢 环境 这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我听你们俩聊天 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 你知道吧 就是当我正觉得 这个事情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它一定坏的 对吧 哎呀 它是有能力的 那你想 有能力一定是把店经营得很好嘛 结果是店经营不下去了 啊 它是一个特别能掌控的 好像我特别喜欢被人掌控 但是你发现 它不能掌控我 哎 这两个人的恋爱谈得很有意思啊 说的和他们做的 心里想的 和他们在情感当中所表达的 我看到的 是背道而驰 男缘被折 看看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 好吗 好 一起进入秋笔科文献 生活里面很奇怪啊 就有一些感情模式 两个人明明天天吵得不可开交 闹得就你恨我我也恨你 问他们你能不能分得开 分不开 爱不爱爱 这是为什么呢 人的大脑里面有一种神经地质叫内飞态 内飞态是干嘛的呢 它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爽的感觉 这种爽是怎么产生的 是因为痛苦而产生的 你吃辣是不是很爽 内飞态产生了 运动 跑马拉松 跑到累到不行的时候 内飞态产生了 像他们这种天天吵架 吵到不行不行的 内飞态也产生了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觉得 哇 吵完了 但我还是好爱你啊 这是你们两个人 大脑里面的 现在本质的问题 那么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吵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叫需求合适 但性格不合 你需要一个男朋友 你看 长得也不错 又年轻 你需要有一个人照顾你是吧 你看 成熟 稳重 还能照顾你 需求合适 性格怎么不合呢 你是一个喜欢暴力沟通的人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怼人 像锤子一样去打人 这个肯定跟你从小的原生家里有关 你跟他所有的沟通 你都在拿一个棍子在打他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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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什么人呢 高自尊心的人 喜欢暴力沟通的人和高自尊的人 最后形成了一个叫什么 叫相爱相杀 你们现在就是相爱相杀 相互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情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吵架 吵完架之后 开始弥补 开始妥协 最后 好像还是很稳定 但还是很痛苦 但这个痛苦又带给我们 好像我离不开的 我要告诉你一点 因为孤独而在一起的爱情 往往是错误率最高的爱情 因为你们因为自己的孤独 找那个爱情的条件很低 活的 在身边的就可以了 所有的感情都在吵架之中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你们当时相爱 第二个 所谓的合不合适 是看你们未来在性格上面 能为对方放低多少 如果你改不了你的暴力沟通 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自尊心 慢慢地后退 那在一起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于你来说 你是不会放开他的 对他来说 他因为他有更多的选择性 所以他随时随地有走的可能性 所以到最后都变成了你在 普普挽留 所以还是相处模式的问题 其实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你们去找一个 真正的共同的事业 找一件真正的事情 试图在这样的一个事业里面 来让自己的相处模式发生变化 否则的话 今天不分 以后也要分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琦老师 来 珊娜老师 我觉得你俩一点都不合适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 你们从来都没有看到 我今天是真的见识到了 就是我以前老说那句话 什么倒贴啊 倒追的 你就是典型地从倒追到倒贴 然后迷失自我 丧失自我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从一开始的雇佣关系 发展到母子关系 我这么说你别不高兴 没事 你就是他的老妈子呀 我一点都没看到什么爱情和感情 你们想过很多现实的问题吗 你为了他跟父母决裂 自己的女儿不要 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想你 至亲都可以抛下的人 谈爱情 谁会相信 你有那么爱一个人吗 爸妈不要了 女儿不要了 如果是我的话 面对这样一个伴侣 我会离他很远 人性最基本的亲情 在你身上都看不到 为了一个男人 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我并不觉得你是爱他 而且我更不觉得 这个男生爱你 对他来说 他只是觉得 这个女人已经为我 付出到这种程度了 你看我魅力有多大呀 他从来没想过 你的人生当中 什么对你是重要的 他有想过跟你结婚吗 没有 所以到现在这一步的时候 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只能抓住 他这根救命稻草 他接下来就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你离不开他 你当然离不开他了 父母都抛下了 女儿都抛下了 你怎么能离得开他呢 未来你还可能 跟他生孩子吗 不可能 不可能了 可是人家要孩子呀 所以人家会再去找一个 你最后的下场就是 还是什么都没有 你图什么呢 所以我一上来就说 我压根不觉得 你们两个人合适 我更看不到什么爱情 就算了吧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曲总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在问 关于女儿的问题 女方是说暂时不结婚 男方说的是不结婚 对不对 对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 你一定是有目的性地 接近这个男孩的 因为他比你小九岁 你觉得他是一个男孩 心肠不错 对吧 作为店主 而且他有一家店 就为什么他不跟你支 会把店支出去之后 你会非常生气 甚至于还生病了 因为你最眼前的一件 大的事落空了 你的计划失败了 因为你是有失败婚姻的 所以其实你上来 就想控制他 控制这个人 控制这家店 未来一定要把女儿结婚了 这是你一步一步 要做的事情 你自己还学了很多的本职 对吧 做很多的菜 对不对 你觉得这件事 一定是可以 很好的发展的 所以你爱的不是 这个男孩本身 你们之间存在 太多的差异 你们没有包容 所以在这些种种问题 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结婚的 你也说了 大面上不错 里子里头老吵架 对吧 为什么大面不错 你就能忍呢 因为你付出了 太多的代价 你一定想要女儿 在自己身边 对吧 是 你置你的父母 家人的意见于不顾 要跟他在一起 你这付出的代价很大 你不敢轻言失败 对不对 所以只能等 那家店真正 为你所用的时候 这个人 为你所控制的时候 你才可能说 我可以结婚 但是你放心 你错了 你真的错了 你控制不了他 事实证明了 对不对 凭什么他打一电话 背着你 就一定要抢他手机看呢 经过这样的对抗 你也发现 他不是能被你控制的 对吧 所以说还不赶紧地说分开 好什么呢 男生也一样 你们之前有几个 不可调和的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女儿的问题 所以这个店控制权的问题 对吧 对 你其实之所以能够 和他在一起 很大的程度是 第一 是说他照顾了你 对吧 不错 第二 他能够主事 你说的 对 在店方面能帮你 很大的忙 对 我觉得你们俩 不要是这种 这个情侣关系了 也不要想什么 今后是夫妻 你们就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这一点可能反而 会让你们的需求互补了 你要的不是一个事业吗 比安稳吗 你要的不是一个 合作伙伴吗 对不对 合作一下吗 分开 赶紧分开 不要再进行 这不清不楚的关系 因为你们目的都不纯 我们要让自己 目的纯一些 事业就是事业 感情就是感情 你们之间没有爱情 只有事业 好吗 就这样 好 切业取送 来 图老师 原来在店里的时候 你叫她叫什么呀 小卢 她不是比你大九岁 你应该叫她卢姐才是 是后来 后来叫她小卢 就是已经那个 接触了 你们店里有几个女服务员 就一个 就我俩那会儿 你们俩谁先戳破的 这层关系 好 你咋说的呀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说 叫着你人不错 挺老实挺潮 很诚实的 我都慢慢地 跟她一点点表白 她当时拒绝我 我特别尴尬 她拒绝了你是吧 拒绝我一回 好 按说你的店 你盘出去是你的权利 但是她作为一个员工 智慧她一声 或通知她一声 应该是应该的 那老师 我那个通知她了 但是她不同意 但是后来 我是执意对出去的 哦 你是通知了 我跟她说过了 然后她就是没有通知 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她就是感觉 就是说是可以 就是再坚持坚持 然后她再多学点菜 然后我的意见就是 现在就是两边 又加了两个店 现在就是生意 日渐的就是萧条 其实按道理来说 从一个普通的女店员 慢慢慢慢地晋升为老板娘 但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方把这个店盘了 你还感受不到 对方是什么意思吗 感受到 你感受到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 按照自己的计划走下去 我对于对待感情依依不舍 你跟你前夫之间的问题 是你发现的 对 还是他坦白的 我也发现他也跟我坦白 你蒙在鼓里多久 蒙里鼓里一年多 一年多 对 所以你看啊 通过这两件事情 第一是前夫 外面有人 瞒了你一年多 对 第二 是这个你看似稚嫩的小伙子 一个小老板 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之下 对吧 把店给盘出去 通过这两件事情 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意识到了 你太自以为是了 对 我所指的这个自以为是 不是指骄傲和自大 而是你总认为 有些事情会按照你希望的方向走下去 你太缺乏自信能力 他有一点其实是没有说出来的 其实他挺烦你的 其实有的时候会多少有点 你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你感受到了 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他一直没说我 还抱着希望 不 你再自欺欺人 你不是不知道别人烦你 别人反感你 你不是不知道 但是你一直认为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 把它给挽回过来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每个人在一段情感当中 都要考虑到 我能给对方多少 我能为对方做多少 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从来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你们考虑的都是对方能给我多少 能为我做多少 既然这样的一段情感从最初就预埋着很多索取 而缺少了付出 其实今天如果一旦分手 你们也不会太痛苦 即便要痛苦 这种痛苦也是来源于觉得不甘心不值得 是 至于其他的情感上的痛苦 断舍离 大概是没什么 所以那就分了吧 既然不痛苦那就分了 我同意刹那说的那段话 我最反感那些离了婚之后不要孩子的女人 为了一个男人跟自己的父亲 跟自己的孩子决裂 是不值得的 明白吗 明白 既然不痛苦那就分了吧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说什么都是是 对 可以的 这个反应太快 这么接话茬 说明这些事 压根儿都没想过 就想都没想过 而我先对付了 指引了 这大概就是有一些人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活法 您就是这么活的 为什么特别成功的女性 年龄大的男人很多岁 大家觉得这个女的很厉害啊 为什么我们一普通的女性说我找一比我小的那么多的这个男生就出那么多的问题 包括男生自己也觉得我吃亏了 我付出了 你看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这边这段感情有办了 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吗 生活就是两部分 一部分叫理想 一部分叫现实 活到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 活到这个岁数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应该面对生活的现实了 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到了三十多岁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基本也都现实了 您还在理想中呢 你们俩怎么往一起过呀 我帮你把话翻译过来 搭了时间成本了 小伙也还行 如果我们能做个小买卖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就不错了 所以舍不得的是你自以为是安稳的日子 谁天天帮我洗衣服做饭我也会有感情啊 我要再见着呢 然后这人天天还跟我说点话呢 我一个人的时候 对吧 我工作特忙的时候还给我工作上搭把手呢 怎么会没有吗 都有 但是那不是爱情吧 所以总结一下四位老师的意见 算了吧 但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的话 你们就接着往前走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吧 怎么说呢 我就是很想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关心你一些 我知道你有胃病 然后我都会在那个抽屉里边给你备上药 给你备着暖宝宝 我知道就是你爱吃草莓 然后去那商商里边 我不管多贵我都给你买 我都舍不得吃一个 我就是想把最好的给你 然后我无论是把那个地儿关了 还是说是 自己想经营一个那个事业 我就是想就是给一个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给你一个稳定的家庭 但是我感觉就是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听了评论老师们的话 就是感觉咱们的那个点就是不在一起的 就是感觉咱俩可能这就不叫爱情白的 所以说都是相互付出的 我也明白你对我的付出 我也理解你 但是 我们还是在考虑一下老师们的话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来请关门 生活有的时候是需要希望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段情感 可能这个情感会 跟我自己设计的生活的希望是一致的 但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希望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的 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付出都换不回来的 这个东西就叫爱情 所以感情这件事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越使劲越发力 你发现那个最美的最好的东西 恰恰离你最远 爱情是这样 人和人之间的很多情感都是这样 顺其自然 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了 接下来这一对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决定 请看 来 我叫得挺遗憾的 没想到他最初还选择离开了 他离开了我虽然有点伤心 我相信我会遇人更好的 有一点特别提醒一下啊 可能在你现在生活序列里面最重要的 是先处理好女儿的问题 女儿的抚养问题 接下来一步是说我自己怎么发展的问题 然后那个爱情可能自然就来了 行了 一年多的时间 又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然后又经历了一些自己特别希望 然后又 生活又给咱上了一课 所以下一步咱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好吗 好 谢谢您啊 谢谢张老师 祝他们各自安好 找到自己想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对恋人 在爱情的过程当中 出了怎样的问题 各位请看 你的自我真的让我活得很累 不管是对爱美的偏执 还是生活上对我的约束 都让我透不过气来 我觉得明明是你不理解我 我说的你都不听 我喜欢的事你就否定 永远跟我唱反调 我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 我不太会恋爱 也不太想恋爱 是你说会包容我 但现在又把所有责任推给我 在你的心里 事业 友情 都要比咱俩的爱情重要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什么位置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马25岁来自广西 平面模特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也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特别可爱 年轻情侣特别可爱 应该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对吧 对的 她是平面模特 我是摄影师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慢慢地追求她 然后 但是她一直对爱情 就是比较冷淡的那种人 我也是追求了很久的时间 后面她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跟我在一起 那是对你没什么概念 对爱情还是有概念的吧 姑娘 就可能觉得不太想谈恋爱吧 你看就是吧 对 人对爱情还是有概念的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两个多月 这就算久了 蛮久的 在一起又一年多了是吧 对 对 今天来这儿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 之后就觉得她的性格特别地自我 自从她的闺蜜搬进来 跟我们一起住之后 我们矛盾就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就是独处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 所以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她都向着她闺蜜 我就觉得在她的眼里 友情还有事业都比我重要 这一口气说了好多事啊 咱再先把自我的事说说行吗 就是我感觉她 每天都活在自己 比较虚拟的世界里面 虚拟的 哪里虚拟了 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拍照当中 她会为了追求完美 为了一张照片 一个可能是一个喝水的动作 就要我拍一个小时以上 然后拍完照片之后 开始发朋友圈 看评论 看点赞 如果点赞多了就挺开心的 但如果点赞少了的话呢 就觉得我的摄影技术不行 我是为了跟我的朋友互动对吧 我平时很少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朋友圈互动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呀 关键她不管在什么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逛街 总是抱着手机 我就不知道你的手机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你说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我手机你平时都能随时看得到的 什么秘密 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呀 那你明明自己长得都已经很漂亮了 为什么每次注意拍照 都要浓妆艳抹 然后把自己披图 又把自己披得非常的酱 可是我不觉得这是浓妆艳抹呀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自己尊重 对别人也尊重对吧 而且我很享受这个化妆的过程 我自己很开心 这你也有意见吗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想去看你的画的那些妆容 我觉得并不好看呀 你素颜或者是淡妆的样子 才是最美的 别在这里瞎扯了好不好 你们男生不都这样吗 说什么喜欢素颜的女生 最后找女朋友 不都找长得好看的女生吗 关键你素颜或者是淡妆的时候 才是你最真实的 可是我觉得我有去变美的权利 你没有这个权利阻止我 对不对 我蓝一句行吗 你指的她这个浓妆艳抹 指的是她的工作状态 还是她的生活状态 就是她不管是在工作当中 还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非常常见的 行 我就了解一下 你们接着往下讲 那我减个肥她也要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知道吗 因为她自己减肥就可以了 对吧 她非要拉着我一起跟她减肥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 每天只能吃清水煮白菜 有时候我自己叫个外卖 她都要发脾气 那我觉得女孩子减肥 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去 对吧 我是觉得 不知道 如果男朋友陪着我一起的话 我可能会坚持得下去 同进退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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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减了那么久的肥 你自己减了多少斤 现在在看看我 我从当初跟你在一起的130斤 减到现在108斤 大家看看我现在的腿 在这所有的女生 感觉都没有我的戏吧 可是我觉得作为情侣吧 不是 你减了几斤 姑娘 就比较难减吧 基数小是吧 对 对 对 是维持不动呢 就放下浮动吧 就可能哪天吃多了 就长胖一点了这种 长胖一斤两斤 是吧 然后减的也减一斤两斤 对 对 就不太明显 所以男生就抱怨是吧 对 反正我们现在 两个人走到街上 大家看我就跟 营养不扬的人一样 我觉得你连这点苦的 都不愿意陪我吃的话 说不过去吧 我现在觉得 在一起我非常的痛苦 你跟我在一起 就那么痛苦吗 我这有点忍受不了你的 你受不了 我还受不了呢 不至于 不至于 咱以后不吃白菜了啊 加点猪肉不就得了吗 不至于 不至于啊 还有什么苦啊 孩子 他觉得家里 每一个物品的位置 都必须要有条不紊地 摆放整齐 有时候拿了东西之后 就要物归原位 稍微打乱 他又要发脾气 那我觉得家里的东西 摆放了整整齐齐的 没什么不对呀 在外面工作了一天那么累 回到家里 就想舒舒服服地待着 我觉得工作不是借口 你工作 谁不工作呀 我也工作 对不对 大家都成年人 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家里整整齐齐的 才能休息得更好 不对吗 那你也不至于 家里衣柜的所有衣服 都要按照设系去排序 所有衣架的 都要按照建具平等 去要求我吧 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呀 如果我这个事 不做好的话 我可能会睡不着 我现在真的受不了 你这些所谓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不是小事 我觉得这不是小事 对对对对 太自我了 说得差不多了 咱们说说闺蜜吧 闺蜜搬来是个什么情况 本来一开始 我们两个是一起合租的嘛 然后后面 她的闺蜜从老家过来 就跟她住一个房间 那我就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了 因为我在我自己家里面 还要穿戴着整整齐齐 进门之前还要先敲一下门 她跟她闺蜜就窝在客厅里面 包一些很无聊的电视剧 那我就只能回我自己的小房间 那我闺蜜大老远 从老家过来对吧 我们那么久都没见了 我觉得我陪一下她很正常呀 女生的初年要吃嘛 本来我们两个人 独处的时间就不多呀 后面我们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也只是我跟你们两个拍拍照 买买单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我跟你谈恋爱 不是在跟你们两个一起谈恋 这种三脚恋关系 我有点接受不了 三脚恋关系 会不会太自作作情了呀 她闺蜜经常在我背后 对我指手跨脚 有时候还使唤我 做这个 做那个 关键她凭什么使唤我呀 可是她是跟我 从小一起长大的呀 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了 你接受我 你就要接受她呀 她又不是你妈 我为什么要接受她呀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 学会尊重别人好不好 好好好 闺蜜来住了多久啊 也没住多久 就住了几个月 现在还在一起吗 现在她搬出去了 那不就没矛盾了吗 后面我也就搬出去了吗 啊 是你搬出去了 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她呢 你知道吗 有几次她出去了 然后就我们两个在家 她闺蜜就表现得 对我很暧昧 别在这里瞎说 闺蜜不是这种人 她还说了她很多的坏话 我跟她说她也不信 我很了解她的为人 她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每次都是这样子 不管她闺蜜做了什么 她永远只信她闺蜜 不信我 我没有说信谁不信谁 可是我比你更了解她 对不对 你每天跟我说她的坏话 我会觉得很不开心 你说她不好 就像在说我不好一样 好像她不好 是因为我没眼光 我跟她做朋友对不对 凭什么这么说我的朋友呀 哦 这姑娘的逻辑是在这儿啊 哎 你不担心你闺蜜 跟你男朋友好了吗 可是我觉得她不是这种人 不 你男朋友有可能是这种人 对吧 我更不是这种人 你别插嘴啊 是还是不是 你担心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会啊 对 不会你男朋友 怎么会说出这种 三角恋关系呢 可能她就不愿意 就三个人待在一起 就想着她搬出去 你特享受这种吗 我不享受呀 可是我觉得我闺蜜 大老远从家里过来吧 然后她在这里 只认识我一个人对吧 我也不能不管她 然后就 所以闺蜜 跟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觉得方便吗 但是我觉得 我不能不管她吧 她就只认识我一个人 只有二十多年的感情了 你闺蜜自从住了 我们家那么久之后 家里的生活用品 还有冰箱里面的东西 她永远只负责吃喝拿 从来没有往家里 买过一样东西 我觉得她一个女生 能吃你多少东西啊 能帮你吃穷吗 我真的不是在计较 这些东西啊 你给你那些朋友 帮忙的时候 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不是在计较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她的人品有问题 为人处事有问题 你不要老是说 她的人品有问题好不好 我比你更了解她 好好好 就此打住啊 我再问问啊 就除了闺蜜之外 你们还有其他的冲突点和矛盾吗 就是她嘛 就是每个月 基本上都是月光 钱的问题 对 不是买衣服 化妆品 就是买包包 然后最近在网上 接了一个网络游戏 赔玩的兼职 陪一些客户 一边打游戏 一边聊天 还要假装自己是单身 你对我的工作一直都有误解 有些话我自己都没有听过 我以为她不会说这的话 比如说什么话你没听过 就是说 哎呀 你打游戏打得好厉害呀 太帅了吧 我觉得她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她对吧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这没什么好建议的吧 我觉得现在我的工作 已经够养活我们两个人了 不需要你再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不想花你的钱 你知道吗 我想独立自主地赚钱 你男朋友觉得 你的工作现在有点 超越了她的想象 或者突破了她对一份工作的认知 或者叫底线 是这意思吗 对 我觉得这 作为男朋友对吧 就应该 别人怎么看我不管 对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 清除我的为人 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就不应该说那么难听的话 行 那如果你的男朋友 在网上陪小姐姐打游戏 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呢 这是她的工作呀 而且是在网上啊 他们俩也没见过呀 我是为了赚钱对吧 她也是为了赚钱呀 但是她赚得比我多呀对吧 她希望赚更多呀 没有必要去为去做这种事对吧 为啥呀 很正常的干嘛又没有必要啊 反正我就觉得我可以 她不可以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干嘛 是呐喊 说我过不下去了 我要分手 还是呐喊 姐姐我求求你 你稍微改一下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就是我不知道 我们的感情怎么继续下去 然后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每种小事 还有她对于事业 对于友情 我觉得都比我重要 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太卑微了 就我不知道怎么样 继续走下去 我希望她能改变一点 行吧 那就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前两天就是 我有一个粉丝 也是一个做那个主播的 二十岁 我说你现在看书吗 她说为什么要看书 我我说看书 可以让你气质变得不同 她说真的吗 看书可以让一个人 气质变得不一样吗 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她说我不知道 因为她说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书 内外兼修的美 才是真正的美 这是我给你的意见 好的 第二个 男生 我觉得不管她的行业 或者她的工作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和你们今天来的本质是不同的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本质 在于你根本爱上的不是她 你爱上的是一个幻想中的人 你爱上一个温柔贤惠的人 你爱上一个没有强迫心理的人 你爱上一个平时总是素颜又很好看的人 你爱上一个可能是朝街晚午上班的一个姑娘 你爱上是这样的一个姑娘 那你为什么要找她呢 因为你爱上的根本不是现在原本的那个她 所以你们现在要想的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和面前站在面前的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错位了 如果错位的话 她陪你一起吃白水煮菜 你有问过她 你愿意这么吃吗 你只是一味地要求她 有富同享有难同当 你必须得跟我一起这么吃 那可是人家不愿意啊 你要减肥又不是人家要瘦啊 人家现在瘦成108了怎么办啊 在感情当中就是妥协和接受嘛 但是都没有 然后都在强调自己的感受 看不到对方 我觉得你们再谈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眼睛里面没有对方全是自己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自我的感受为出发点 那这段这么自私的感情不如早日终止 好吧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请坐 其实你们俩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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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要找就找一个你内心认为符合你的要求 你真正喜欢的可以真诚谈恋爱的 你何必要求别人去改变自己 行吧 你们两人自我都调整一下吧 先把自己的日子够安稳 就这 好 谢谢图老师 中国里面有好多事你仔细做梦做梦 特有意思 就爱情这件事啊 可以拿理性去分析 但是爱情这件事呢 没法用理性去谈 发现没 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老说的 说你分析的都挺好的 为什么一到实践的当中 可能我也明白道理 但是我走不下去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 对你们俩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感受特别明显 第二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其实老师们都谈到了说 你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认识一个人是需要过程的 因为了解在一起 因为更了解而分手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那这个里面揭示了一个什么 我个人认为说 我们要给恋爱一个试错的过程 这不是老师们刚才分析的吗 你选择的人不对吗 在一起就是痛苦的 所以回到你们的核心 现在你们所有在感情当中 都在冲动的用感情来说话 今天老师们帮你们做的 叫理性的分析 因为你们没有在生活里面 去读更多的书 去观察生活 去体会生活的不易 没有这个 年轻人嘛都是这样 年轻时候大概大体都是这样 但是还好有些人在年轻时代 读了一些书 可能摔得更多少一些 那今天老师们是帮你们做了一个理性的分析 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也稍微理性地去思考一下 而不是就是一个感性的一个发散 对吧 尊重是互相的 恋人之间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冷静下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中 你对我的要求严格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好像刚才老师们把我们分析了 有一段感情 我们必须有一方学会妥协 或者是做出一定的让步 我也不要求你做出太多 就是因为你一直对于 爱情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有些地方 我能让作为一个男生 我能够让一步 然后觉得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稍微做一点改变的话 应该我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其实今天来这里之前吧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就很遗憾啊 你说什么都没说 但是你到了一个规则里嘛 你就执行这个规则嘛 好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后面好好地考虑一下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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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出手机 下载精悦APP和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静约APP天津 IPTV网络电视 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我们看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想清楚了 再试试是吧 再谈谈 对 想想老师们的那些话 别那么较劲了 孩子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 昆明易诺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毛丹峰女士 上台为这对情侣送去祝福 见证浪漫时刻 来 有请毛总 今天这个现场 你的人气最高 来 来 来 谢谢 首先代表昆明易诺公司 代表EBS 欢迎主持人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 还有欢迎在场的各位 生活中呢 我觉得原本就不是 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就是每个人要去掉对方 身上的一些习惯 给予对方一些包容 然后两个人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这样子在以后的日子中间 可能就会越来越幸福 那在此呢 就你们 愿你们以后越来越幸福 日子越过越好 谢谢你 好好好 谢谢毛总 谢谢 谢谢 OK 谢谢 行了 按毛总的说吧 总而言之很简单了 让一步嘛 好不好 要想在一起就让一步 好 谢谢啊 来 请回去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维码 下载晶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经营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四年了 一直想要宝宝 终于今年要上了 但我妻子怀孕之后 就开始请假不工作了 现在彻底在家养胎 我觉得经济压力好大 我该怎么办 第一次当母亲 而且是在这样艰难的状态下 她终于怀上了孩子 所以她有一点草木皆宾 我想更多的是要对她 心情的这样一种理解 作为丈夫 你应该做的事 能不能带妻子到医院 请医生去解答一下 什么时候养胎是最合适的 妻子可能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她会消除自己这样的一种焦虑 关键是要让妻子消除焦虑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伊贝诗 纯击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